大家好我是小馬 快過年了 在過年前的忙碌之際 其實我到了美國的Orando 參加了一個PDR的年度盛會 它是PDR在全世界最大 也最值得參加的一個展覽 第一天它的Education Day 其實就有很多的新課程 值得我們去參加 讓你可以學到很多有關技術工具 產業趨勢還有社群行銷等技能 而這個期間 其實各間的工具廠商 也會推出各種的新工具 新產品 這次有超過60家的PDR工具製造商 還有汽車美容產品的廠商 本來想說一天就可以逛完 結果真的逛不完啊 太多了 其中最知名的Anson PDR Alemia Den Caco PDR Furnace A1 Tools Stand Niner VIP CarePoint 等等多到數不完的工具廠商 推出他們的新產品 真的多到買不完 這一次最讓所有技師感到意外的是 汽車美容的廠商還有產品 每一年都在暴增 今年多到一個無法想像 我想明年一定會更精彩 如果你有汽車美容產品的需求 其實也可以到這個展覽來看看 除了展覽以外 會場中間也馬不停蹄的 同時在舉辦Dane Olympic比賽 為期兩天 超過70位PDR技師的車輪戰 真的很精彩 讓你不禁好奇誰在比賽 用什麼工具 他技術好不好 而被吸引住 除了Dane Olympic的個人競賽以外 還有Dane Tech Team的團隊競賽 兩人一組要在一小時內 解決兩個不同位置的凹痕 我認為 這個比賽 他不是只是一場比賽而已 更是一場秀 當你在比賽的時候 會有很多觀眾圍繞著你 就為了看你如何將凹痕修出來 用了什麼工具 而我這次本來想看看比賽就好 但是在好朋友Kenji Oshimi的鼓吹之下 就加入了這場戰局 這些凹痕他都是用同樣的設備 用同樣的氣壓打出來的 所以有同樣的標準 你們看 這個畫面 他的凹痕伸到一個程度 其實看就知道有一點延展 時間限時45分鐘 為了避免延展 我在修復的同時 也用了平常的經驗去處理他 盡量避免二度的延展 但困難的是 車門裡面沒有玻璃當支點 他們把玻璃拆掉了 加上我只帶了四支 用玻璃當支點的工具去複賽 完全是工具不太夠啊 還好趕快跟廠商 還有幾個朋友借了一些工具 來順利完成的比賽 最後的修復結果 其實還算理想 有一點點的醬料 但我用一些平常手法 讓他盡量看起來平整 沒有任何的肩點還有米粒 修完之後旁邊的兩位裁判 也跟我說 你很有機會 但我唯一怕的就是 旁邊其實還有兩個凹痕還沒有修 其中有一個又離我很近 因為 有一點醬料 我怕他們在修的時候 我的平面會稍微被拉伸影響到 果然 最後我還是落榜了 但沒關係 我可以吸取經驗 下次再戰 而這次旅途最讓我開心的是 又跟許多行業內的朋友見面了 在這次的旅途中 我又認識了許多來自各地的新朋友 其中當然也遇到許多關注我的粉絲 這讓我真的感到很光榮 原來我們在修復Tesla Model Y 還有Aldi一創的這個影片 一直都是大家討論的話題 所以我們使用的方法 我們使用的工具 已經變成了一個指標 你能說我不驕傲嗎 真的是太開心了 太有成就感 而他們也說 下次想要在美國也看到我的團隊 Superior Taiwan 就像Trust & Group一樣 一群人 一群亞洲人 一群華人 到那邊去參觀展覽 最後我不得不說 這是一個很特別很棒的經驗 很開心的旅程 尤其是最後的ending party 大家都很開心 我們把握這個時刻不想結束 所以其實我們大家也約好了 今年12月的IASRE JAPAN再見 我相信這次日本大阪的展會 將會因為這次MTE的集結 而變得更盛大 變得更豐富 如果你也想要參加PDR工具展覽 那你一定不能錯過 今年12月的IASRE JAPAN 我是卓越阿倫修復的小馬 謝謝你們的收看 掰掰